嗨大家好,我是Nake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美食频道 今天又来到了新住站 介绍一家超便宜的半个世纪牛肉快餐老店 从新出东南口出站 彼此走一分钟就到 地理位置也很好 今天介绍这一家 塔兹亚,日本只有这一家 开店时间1969年 已经是54年半个世纪的老店了 所以这家店比较传统 只能使用现金 店内15个的座位 只有8台 中午吃饭的人还挺多的 一般都是在附近上班的工薪阶层 清一色的,男性 可能是重新装修过的 半个世纪的厨房看上去还挺干净的 调味料有两种 边上还有牛肉饭必备的红姜丝 下面放包的地方很窄 大一点的包会滑下来 只能放在地上 最便宜的牛肉饭只要400日币 价格和三大牛肉干饭连锁店差不多 猪排饭,鸡肉饭,亲子干叫饭 这些价格也属于平民价格 不过这个都是单点的价格 大碗,超大碗和套餐是要另外加钱的 我点的是猪排牛肉饭加一份套餐 还有,日本最经典的碳水化合物套餐也是不能少的 各种盖椒饭加乌冬面全在1000日币以下 最便宜的小碗乌冬面只要270日币 不愧是老店啊 啪的一下,很快啊 猪排牛肉盖椒饭就上来了 不过,这家老店没有蔬菜色拉 我大意了,店没有选好 不能按照流程吃饭了 猪排一共5块 不厚挺薄的 不过猪排口感挺嫩的 加上鸡蛋 味道甜中带咸 下面还有洋葱 也是有点甜味 挺配米饭的 还能吃到淡淡的姜味 还有炒独特的香味 这家店的牛肉味道是偏咸的 更加下饭 不像三大牛肉盖饭连锁店 味道是统一的甜味 牛肉的口感倒是差不多 牛肉的量还挺多的 而且里面还有烤豆腐 味道就是牛肉盖椒饭 汤的味道 鲜味的 这个小菜口感挺清爽的 虽然一点味道都没有 但是水分挺多的 像在吃水果一样 加一点七味辣椒吃一下 咸辣味道 牛肉口感有的老有的嫩 接下来加一点红姜丝 红姜丝是酸味加上辛辣味的 口感也很爽脆 吃起来很有层次感 味噌汤很普通的 和三大牛肉盖饭连锁店味道一样 推荐加点辣椒 有辣椒更加好喝 全部吃完 这种老店 吃完要自己擦桌子的 还要把钱放到吧台上去 总结一下 味道和量还可以 比三大牛肉盖饭连锁店 稍微有个性一点 新出这个地段 这个价格真的算是便宜的 旅游的小伙伴 可以过来体验一下 半个世纪的老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一个关注留言 收藏加分享 下期再见 拜拜